李亚鹏不再是王菲的丈夫 也不再是娱乐圈的明星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 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些日子由他主创的一个清点艺术展 又要开幕了 在两人离婚前的王菲还带着女儿李妍 一起出席过 巧的这一次的主题曲 也是王菲亲自演唱的 只是李亚鹏虽然登台亮相了 王菲却离开北京去了美国 探望大女儿 这些情况也是不禁让人有些唏嘘和感叹 一个远离传统概念的城市的一个小镇 所以它可能代表人们很多曾经内心向往的东西 这次艺术展就选择在了丽江树河古镇 这个光听名字就很艺术气息的地方 拉开了帷幕 作为活动的创办人 李亚鹏也亮相了当天的开幕式 低调的穿着坦然的表情 李亚鹏看上去十分平静 甚至还聊起了爸爸经 对于我对于自己女儿的教育 在过去这个七年多当中还是 当然也跟王菲一起 我们后来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视的 谈起女儿李亚鹏 李亚鹏主动提起了前妻王菲 脸上没有尴尬之情 而巧的是正是王菲为这次活动录制了主题曲 那两人真的还是很好的朋友吗 我们依然是非常好的 不是依然 其实我想可能不同的人对这个事情会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我从我们一个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是另外一种情感的可以说境界 亲你们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境界哦 再看王菲 日前她被目击现身首都机场 这次踏上旅程是为了去美国探望大女儿逗镜头 依然还是素面朝天 王菲扎着简单的倒骨头 背着双肩背包 看上去和普通乘客没什么分别 一路上她都低头把玩着手机 目不斜视的收发着信息 禁职办理完了手续后 行单隐之的消失在了人群里 行列在线 综合报道